下午我们借由耶稣的教导这个主题 来作为我们互相的提醒以及学习 我们先来看一段经节 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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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这一节经节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PPT 我们来看经文解释的部分 那使人成圣的指的就是耶稣 因为耶稣的牺牲 耶稣流出的宝血 涉去人的罪 所以耶稣是使人成圣的 那第二句这里讲到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那那些得以成圣的呢 指的就是耶稣宝血洁净的人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借由受洗借由洗礼的过程 将我们的罪来涉去 我们成为主名下的人 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 就是得以成圣的 这里讲都是出于一 都是出于神 耶稣是神来到这个世界 而我们都是神所拣选蒙救赎的人 所以我们都是出于神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这个他呢指的就是耶稣 耶稣称所有蒙他救赎的人为弟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主耶稣说我们是他的弟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经文的记载 主耶稣说我们都是他的弟兄 都是他的弟兄姐妹 我们从经文解释里面来看 我们来想人 如何可以跟天上的神 可以跟耶稣来称兄道弟呢 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格 可以和耶稣来称兄道弟呢 那为什么主耶稣说 我们是他的兄弟呢 因为耶稣要驱救人 要教导人 主耶稣他今天降低他的身份 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 为的是让我们更容易在他的身上 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道理 我们举一个例来说 我们在教会里面 尤其是儿教主的老师 尤其我们看到幼稚班的老师 教导学生的时候呢 总是用着比较上扬的语气 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比较大的一个音量 让小朋友能够了解老师所说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讲 约拿先知去传警告这个事情 那幼稚班的老师会怎么告诉学生呢 幼稚班的老师会这样子讲 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大于把一个人吞到肚子里面的故事 那这个老师用的方式呢 就是小朋友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 但是老师平常会不会这样子讲话呢 并不会 但是老师呢 用着小朋友可以接受的方式 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经文呢 也告诉我们 主耶稣为了要驱救我们 所以跟我们称兄道弟 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 为的是更亲近我们 让我们可以更明白 他所要教导我们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 传天国的福音三年多的时间 他的门徒呢 都跟在主耶稣的旁边 主耶稣呢 也借有很多的机会来教导他们 包括让他们跟在他的旁边 看着他行神迹奇事 医病赶鬼 告诉他们很多生命的道理 那除了这些方法以外 耶稣还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教导他的门徒呢 我们今天从两个世纪 我们来看主耶稣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来教导他的门徒 也包括现在的我们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4章 马太福音第14章 我们来看22节 马太福音第14章 我们来看第22节到第33节 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家里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14章 马太福音第14章第22节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看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便害怕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盛大 就害怕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 你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救助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 这段经文呢 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彼得走海面的这个事迹呢 我们常常听到 所以我们也熟悉 这个经文的内容 我们也知道 他在走海面的时候 看到风浪甚大 害怕了 被主耶稣说 他是一个小性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其实主耶稣要教导门徒有关于信心这件事情 我们先来看这个事情的经过 首先呢 耶稣先催门徒 上了一艘船 先渡到一个地方去 那主耶稣呢 独自到山上去祷告 也就是呢 主耶稣 他预先安排了门徒 到他所要 他们学习的那个地方去 让他们在海上 所以主耶稣 这是他特意的一个安排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门徒需要学习的一个课题 那就在晚上的时候呢 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被浪摇汗 就在门徒在船上的时候呢 起了风浪 那这个船在海中呢 载浮载成非常的危险 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出现 这个时候呢 主耶稣 到了他们那个地方 主耶稣 就到海面上走 而不是走入门徒所在的那一艘船上去 而是在海面上走 就在风浪当中 耶稣就在海面上走 那这个时候呢 门徒 就躲在船里面 因为外面的风浪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紧握住的 是他们所搭的这一艘船 他们的意识里面告诉他们要紧紧握住这艘船 他们才不会沉到海里面去 所以他们在风浪当中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看到 耶稣来了 也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 其中有个门徒叫做彼得 他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告诉主耶稣说 主啊如果是你 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一样在海面上 一样在海中 一样是在风浪 非常大的 这个海中 门徒躲在船上 而彼得 却是看见主 要 往主耶稣的方向走去 一样他也在这个风浪当中 但是呢 他是走向耶稣 而其他的门徒呢 则是躲在船里面 从我们的这个事迹的结果来看呢 躲在船里的这些门徒呢 后来 耶稣救了他们 他们在船上呢 非常的平安 也没有事情 倒是这个彼得呢 他因为要求 要走到主耶稣的面前 经历了将要沉船 沉到海里面的这个过程 并且被主耶稣指责 说他是一个小性的人 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 来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是我们 我们会选择 躲在船里面 的门徒 还是选择当彼得 看见主耶稣 能够走在海面上 我们也要 到主耶稣的面前呢 我们从结果来看 我想一般人 我们大概会选择 像门徒一样躲在船里面 因为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们同样都因为耶稣 来得到生命的保留 没有被这个海浪冲走 但是呢 他们没有被 主耶稣指责 反而是这个彼得受到主耶稣的指责 那这个事情呢 主耶稣到底要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呢 同样都躲在 船上 的这些门徒 没有受到指责 也得到了 主耶稣的拯救 那这个彼得呢 好像做了一个多余的事情 还受到指责 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呢 主耶稣如果要拯救他们 要救他们 脱离这个海浪的话 他可以直接 就在岸上 叫这个风浪就停止了 但是呢 主耶稣却没有这样做 他反而走到海面上 让彼得去做出了这个 一个决定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导非常的 特别 他制造了一个情境 让门徒去做一个选择 一般人呢 选择 保守型的 我可以 拉住 握住 我眼前所看到的 可以保命的工具 也说在这艘船里面 我可以安然无恙 但是这个彼得呢 却做出了一个 不同他们的一个决定 他一样也是得救了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比其他的门徒 多了一个属灵的体验 就是他经历了耶稣伸手去拉住他 并且让他知道 虽然他在风浪当中 但是他仍然可以 无用疑惑 所以彼得虽然受到主耶稣的指责 但是他比这些门徒多了这个属灵的一个经验 所以什么是信心呢 不是躲在自己也安全的地方 叫做信心 而是在风浪当中依然勇敢的走向耶稣 这个就是神所要的信心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来看 虽然我们看到彼得被耶稣指责 但是呢 主耶稣也在提醒他 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好 在风浪中你可以不用疑惑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 其实主耶稣希望我们多去探索 多一点勇敢的心 踏向这个信仰的路 踏上这个风浪的路 在风浪当中我们才能有更多属灵的一个体验 我们可以像一般人躲在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堡垒里面 但是少了属灵的一个体验 也少了跟神的一个互动 我们看到彼得这一次的一个经历里面 留给他的是比其他的门徒更多 更深的一个属灵的体验 他感受到主耶稣在这个风浪当中 拉住他的手 走向船上 这一段的经历 我想是彼得的信仰路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因为他亲眼 也亲身的感受到 主耶稣在风浪当中拉住他的手 坚定他的信心 把他拉向一个平安的地方 所以彼得为什么后来 能够 在 主耶稣升天之后 能够非常勇敢的 去为主耶稣来传福音 甚至不惜为了这个福音 来牺牲生生命 我想每一次的属灵的体验 都是 去增加他这个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所以 虽然我们从这个结局来看 主耶稣责备了彼得 但是事实上在这个世纪当中 得到收获最大的是谁呢 其实就是彼得 这个也是主耶稣 安排的这个课程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当然很多门徒在这次当中 并没有学习到这个课题 但是彼得 因为他的勇敢探索 他学习到了这个课题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世纪当中 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主耶稣所安排的 这个课题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学习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环境的风浪当中 我们也可以学习像彼得一样 可以勇敢的 在风浪当中 走向耶稣 那将是一个 不同的 也是奇妙的一个属灵的体验 对我们灵命来讲 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不会失败 虽然有可能会受到 一些挫折 甚至受到 主耶稣的责备 但是那个都是提升我们信心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坚定的 力量的来源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主耶稣要教导我们 有关信心这个课题 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来看主耶稣要教导我们有关于爱心这件事情 我们同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5章 我们来看第15章的第29节 马太福音第15章第29节 马太福音第15章第29节 耶稣离开那地方 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 就上山坐下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 带着茄子 虾子 哑巴 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 都放在他脚前 他就治好了他们 这两节经节呢 是主耶稣要教导有关于爱心的课题 那这两节经节呢 我们常常呢 会去忽略掉他 因为在这两节经节之前 从第21节 一直到第28节 这段的诗题是我们所熟悉的 迦南妇人的信心 这段诗题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这个迦南妇人呢 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着 非常的痛苦 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主 来医治他的女儿 但主耶稣呢 给他出了一个难题 说呢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就是我的恩典 不给外邦人 但是呢 迦南妇人怎么回答呢 他说主啊 不错 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睡渣 看似像是主耶稣拒绝的这个言辞呢 却是 要考验这个妇人的信心 那我们最后看到这个迦南妇人因为他的信心 让他的女儿蒙主耶稣来拯救 这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迦南妇人的信心 但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29 到30节的这个部分 我们常常 不太会注意到这两节 这两节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主耶稣医治人的一个很 平常的 一个记载 但是我们 从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呢 我们把他的这个动作把它分解开来 就像我们PT上面所看到的 我们把它分为六个动作 我们把这个六个动作把它分解出来之后 我们从前后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 在这个事件上要教导我们有关于爱心的一个课题 我们从第1个部分来看 第1个动作是耶稣离开那地方 也就是耶稣离开了和迦南妇人 见面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呢 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目的 到了推罗西顿 就是要去见这个迦南妇人 也就是要借由迦南妇人的信心 让门徒知道 有一个怎么样的信心可以蒙主的拯救 主耶稣离开那个地方 到了下一个地方 这里讲耶稣来到海边 也就是耶稣往下一个目的地前进 既然是目的地 就一定有他来的一个目的存在 主耶稣来到海边 接下来再做一个动作 耶稣上了山来坐下 主耶稣不是停在海边 而是到了山上 而且坐了下来 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个三个动作 这跟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爱心的课题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我们刚才讲说主耶稣来到一个地方 一定有他的目的 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 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先跳过来看第五点 第五点 我们先看绿色的字体 绿色的字体 这里讲到有茄子 有虾子 有哑巴 有残疾 有好些病人 所以我们 从第五点的这些病人 我们可以知道 主耶稣来到这里的目的 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要治好他们 所以第六点告诉我们 耶稣治好了他们 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目的 为了要医治 这些 可怜的病人 在生活当中 在生命当中 非常可怜的病人 他们在这个地方 主耶稣来了 要带给他们希望 要带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这看起来是主耶稣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观察到一件事情 在我们前面三点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第三点 耶稣 上到山上去坐下 我们再来对照 主耶稣 来到这个目的 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什么 要医治这些病人 这些病人有哪些病人呢 脚不能走的 眼睛看不到的 嘴巴不能讲话的 生病的 需要人帮助的 但是主耶稣在什么地方等他们呢 主耶稣跑到山上去坐下来 主耶稣竟然 知道他要来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病人在等待他 主耶稣为什么 要到山上去坐下来 因为到山上对这些人来讲是不方便的 是困难的 我们来想 这个瘸子不论他是瘸了一条腿 或者瘸了两条腿 要爬上山对他来讲 都是非常的艰难的事情 那包括虾子他眼睛看不到 他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 到山上去找耶稣 也没有办法 自己去得到耶稣的医治 那亚巴呢 他没有办法用嘴巴问 主耶稣在哪里 那生病的呢 如果是身重病的他更没有办法去附和爬山的那个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主耶稣有心要医治他们为什么要为难他们呢 为什么要让他们到山上才能得到主耶稣的医治呢 太不合理了 但是在这个不合理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第四第五点 蓝色的部分有讲到许多人 这个许多人就是一个关键 这些病人是怎么到耶稣面前的呢 是这个许多人带他们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因为有很多人愿意帮忙这些病人 带他们到山上去 所以这些病人才有机会得到耶稣的医治 所以主耶稣不是故意 刁难他们要去山上 而是在这里强调一个爱心的付出 是有他的困难度 有他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在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经文把它分段 我们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 很奇妙的地方 主耶稣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 到山上去 去等这些瘸子 瞎子 哑巴 这些生病的人 重点在一个 这个许多人带着他们去找耶稣 这许多人的爱心付出 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所以我们从这个事迹 经文里面我们来学习 教训也来思考这个过程 我们看这个许多人 他们怎么帮助病人来找耶稣呢 扶着 牵着 抱着 背着 抬着 比较轻微的可能稍微扶着他 就可以爬山了 比较轻微的可能稍微牵着他的手 也就可以帮助他爬到山上去了 严重一点的 必须要人抱着 甚至要人背着 甚至要人抬着 才能到山上去 所以这个帮助的过程并不容易 所以主耶稣 加添了这些人的一个困难 但是这些人愿不愿意呢 他们愿意 所以帮助这些病人 最后 全部都得到耶稣的医治 我们再来看这个帮助的过程 有哪些不容易的地方 我们来看第一点 就是要爬山 当然现在很多弟兄姐妹 为了 为了健身 为了兴趣 很多人喜欢爬山 但是对一个不常爬山的人来说呢 爬山的一个难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爬山 我们会很容易喘 因为爬山是 往上爬的一个状态 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身体往上提 当我们要把身体往上提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需要有更多的能量 那这个能量需要有更多的氧气来供应 所以呢 在爬山的时候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 也会增加肺以及心脏的一个负担 所以爬山 必须要面对自己的状态 如果自己的状态不好 其实一个人爬山就非常的辛苦了 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不是一个人爬山而已 而是要帮助病人 到山上去找耶稣 给我们一个思考 当我们想要帮助人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 比较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当我们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想 就算想帮助人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呢 在爱心的事上 如果我们 愿意 在这个地方用心 我们会好好的 保重自己 为了为主耶稣 来 照顾 来付出 来关心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照顾好自己 也是在爱心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对自我的一个要求 那第二点呢 就是 讲到自己的重量 又加上病人的重量 而且呢 他们是往上爬 那这个困难度又比较高 那如果他又是背着这个病人 爬山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帮助者 他生长的重量 是两个人的重量 所以非常的辛苦 所以也告诉我们 其实付出爱心 帮助的过程 并不容易 当我们自己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承载 另外一个的压力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愿意呢 双倍的压力 双倍的痛苦 我们是不是 也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 去帮助人呢 我们看到这许多人 他愿意帮助这些病人 爬山 要付出很多的体力 但是他们期待的是什么 这些病人 可以到耶稣的面前 得到医治改变他们的人生 这个才是对他们最有帮助的 所以他就算很累 就算自己牺牲很多 他还是期待他们可以得到 主耶稣的救治 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心 让他们愿意付出 所以在我们帮助人的过程当中 也许我们 在自己的 生活压力之下 我们也有很多的 辛苦要去面对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需要帮助的 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的家人 我们如果想到 他可以因为我们的帮助 来到耶稣的面前 可以让他们有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 我想我们的爱心 我们就 会愿意再继续坚持下去 那在帮助的过程里面 不容易的地方 还有第三点 就是病人的状况 这些病人 虽然是可能是扶着 掺着 抱着 背着 但是他的 本身状态不好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他自己会想放弃的 在我们 帮助人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常常遇到 被帮助者 主动想要放弃 虽然有人在帮助他 但是他太软弱了 他的状况太不好了 他自己先放弃了 所以呢 我们遇到被帮助者 想要放弃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随着他就让他放弃呢 还是同他 一起软弱呢 比如说我在软弱的面前 我就做一个软弱的人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同理 他的软弱 去包容他的软弱 去体谅他因为软弱所说的那些负面的情绪的话 去包容他 去原谅他 继续的帮助他 所以在帮助的过程当中 的确是不简单 的确是不容易的 尤其当我们 非常有心想要帮助人 但是 得到了一个非常冷的回应的时候 我们是放弃呢 还是在继续呢 这个也是我们爱心的一个考验 所以在这个事迹里面 也让我们学习这个爱的课题 首先呢就是一个 愿意付出一个牺牲的一个心 我们看这个许多人 这个帮助者呢 他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 他付出体力付出时间付出很多的精神 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但是他愿意价值付出 愿意价值的牺牲 就是同耶稣一样 爱人呢就是牺牲到底 甚至为人牺牲生命 是不求自己的一个好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所以在爱心的这个课题上面呢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愿意付出 愿意牺牲的心 第二个就是爱到底的坚持 主耶稣说 他愿意 爱属他的人到底 这个就是爱到底的坚持 就同我们刚才所说的 当被帮助者 自己想放弃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 因为爱他到底 然后坚持来帮助他呢 还是同他就放弃了呢 所以愿意爱到底的坚持 是不容易的 但是主耶稣呢 在我们的生命课题里面 有放进许多 让我们学习的机会 所以在我们生命周遭 出现这样的人的时候 当他自己想放弃 甚至不想接受我们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是 跟他一样 主动放弃 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世纪当中 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事情 如果我们坚持下去 他就有机会见到耶稣 也有机会 有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 如果他放弃 我们也放弃 那他一样没有办法见到耶稣 他的生命一样是在黑暗里面 所以我们宁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付出牺牲 我们受了一些委屈 但是我们期待 他可以到耶稣面前 去得到主耶稣的一个救治 第三个就是同享生命的喜悦 我想这许多人帮助 这些生病的人 在他们得到耶稣意识的那个当下 他们的心非常的喜悦 也非常的快乐 因为他们的帮助 这些人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 靴子可以走路了 瞎子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了 哑巴可以说话了 生病的人不再受到病痛的折磨 可以重新 张开眼睛去看到明天的一个世界 所以在 耶稣医好他们的那个当下 这些帮助者的喜乐 我想 也是非常的大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帮助 软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不求任何的回报 我们付出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精神 甚至很多的体力金钱 我们不是希望在他们身上 去求得回报 而是希望他们可以得到一个生命的改变 我们只是希望可以跟他们 同享这个生命的一个喜悦 生命更新的喜悦 所以主耶稣在爱心的这个课题上 给当时的门徒 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机会 也给现在的我们 对爱心的付出这个课题 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纪当中 好好的来思考 帮助人的确有他的难度 但是主耶稣呢 就在山上那个地方等着 我们带着软弱的弟兄姐妹 到他的面前 去让他得到一个生命的改变 所以主耶稣呢 对门徒的教导 实在是非常的奇妙 也非常的特别 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呢 让人有更多的思考的一个空间 属灵成长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这个主耶稣留下的 教导当中 我们可以 再一次的来思考 在信心以及爱心的学习上面 有什么需要我们 在 更加努力的地方 或者我们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下午我们就藉由这两个 事迹 来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 信心 以及爱心 我们一起来唱诗